好 那就看看自己的投資取態 好 這個朋友想問 本地收租股可不可以低級 他說Omicron夠稅了嗎 他就留意就是九倉的1997 Omicron就一點都不稅 稅是說現在目前的防疫政策 就是說為什麼對收租股 九倉那些這麼大影響 你又禁堂石 那麼多落單措施你又通不到關 防疫措施就是對著 所以不怪Omicron Omicron只是說是令到一些 執法機構上面 或者我們政府上面 行一些比較緊縮的政策在這裡 我們幾個月前都這麼說 Omicron現在市場 金融市場上面 是視為一些利好因素在這裡 如果你分析疫情上面 很多都說歐美市場 這一刻你看過確診數字 死亡人數是很厲害的 但是很多都是說 因為這個Omicron傳染率很厲害 很多人都感染了 是能夠越來越近 達到一個群體免疫的狀況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分析這些本地的相關股份 其實有一定的直撥率在這裡 同樣地 你駁就是防疫措施會不會有機會轉軚 你就突然間有機會 真的會無緣無緣突然間轉軚 但是什麼時候真的不知道 靠股 所以你可以從一個定好的止洩位 但是35元 你哪個價位賣35元 你肯理性止洩 你覺得沒問題的 你輸得起就可以搏 純粹以賭博的心態為主 炒疫情那些股份 我們之前說的780 1997這些其實永遠都是 你看到上面就是這樣 永遠都是那些最差 你聽下去很差的時間去搏 有時候真的會有傳記 但是你要定好止洩位 所以我覺得1997這一刻 我不知道哪個價位最好賣 但是指示位應該要定35元 我覺得是事實來的 穿完你就要走 所以你說跌多一點 的確是有一定的 但是我覺得都收勞 起碼過了新年假期後才去想 是啊 你今天都強調過很多次 叫大家收勞 因為你想短線投機部署 沒理由無緣無故要喊3-1 這三天發生什麼事 起碼那些防疫措施 這三天一定有很大的改變 但是問題是 我看不到短線會突然一下子 放180度好轉 開回堂食等等 所以我覺得你接駁這些類型股份 都先看定屍 我覺得不需要這麼心急 我覺得今年其中一個主題就是 不要鏡頭暑鼠 Fear of miss out 這個就是常年很多時候 大家人們發生 輸錢很多時候都是主要你的原因 我覺得短期來說 如果要接駁這些1997 是可以想的 我覺得不需要這麼心急 是啊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Arno 的看法 我先看一次 我先看一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